我們繼續看第五題 第五題是95年某車 一樣第四張受限加工 108克高 108克高 如果你時間已經很緊湊了 這個禮拜 最後考試 用兩倍數據看 複習 每一個裡面大概十分鐘 全部連環 速度是可以的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95年某車的頭皮 也是108克高 有分滾壓的敘速何者正確 滾壓的要有概念 第四張再講座性分加工 有分熱座跟冷座 熱座是在前進溫度以上 冷座是在前進溫度以下 滾壓是熱座 熱座 所以下鍊來一個敘速正確 來看 滾壓適合用於生產鋼板 以及建築用鋼筋的產品 對不對 滾壓 它會反復滾好幾次喔 從厚的慢慢滾 滾成薄的 最後就是一層鋼板 或者是鋼筋喔 所以我們看到的鋼筋鋼板 就是用滾壓壓出來的 它會把那個鋼板喔 加熱的 倒紅溫溫溫的 然後呢 是在酒精溫度以上 熱座 等一下給你看各種的圖 你就比較有感覺 再來 第一 滾壓鋼板石 金屬材料的斷面積 把斷面積全起來 斷面積叫做結面積 它算會逐漸增大 不對吧 我們現在做的是鋼板 鋼板是薄 結面積是小 一開始的鋼板是很厚的喔 鋼材是很厚的喔 越滾越压 越滾越压 越來越小 鋼板機 應該是越來越小才對呀 所以這個是逐漸增大 打擦 鋼 越小才對 B組隊 等到B組要選 再來 滾壓鋼板石 釋將金屬材料 赤入兩個盆向轉動 等滾輪中間 這個是靠底的一個基本概念 如果一個滾輪 要再滾過去 旁邊用兩個輪子 你覺得這個輪子 是同向轉動 還是反向轉動 你有沒有這個概念 應該是反向喔 你把這個同向打擦 應該是反向喔 摩擦地的概念 是對我的 我如果畫圖 應該是畫得像這樣子喔 有點像滾輪對不對 剛反平衡在這邊 後來壓臉了 就這樣子 所以他的滾向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逆時針 這個叫順時針 這樣叫做反向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平衡 就比較有表演喔 穩定要像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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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這樣我在兩層的時候 筋度也變差了 所以他說溫壓法 你的壓法好 對不對 反說完了 應該是冷壓法 以熱壓法 可以獲得較高的齒齒筋肌肌表面有質 這樣 這樣的概念懂了嗎 我們來跟客人 這樣你們開一下客人 你才會更有感覺 我順便幫各位再畫一下 課本的一些重點 有關滾壓 各位同學一定走到 課本第四章 156頁 這裡有在講Rolling滾壓 有沒有看到 有 我把它放大一點給你看 什麼是滾壓 圈材 基礎定的推掉 然後加熱到再結晶溫度以上 基礎把再結晶溫度以上發現 換句話說 它是熱座還是冷座 熱座 現在寫熱座 現在很多學生 以為讀書是用聽的用看的 不對 我建議你一定要寫 有個同學現在叫他寫 他不會寫字喔 他要用賴去查字喔 很危險喔 進入兩相對轉動 來請你把兩相對轉動 圈起來 讀書 要看重點 相對轉動 請和使同學 還是反向 反向 反向 現在寫 反向 你看圖就知道了 來請看這個圖 這滾輪 這兩個都是反向旋轉 你看 對不對 因為我從這個地方要從這裡走 所以這一個會這樣轉 這一個會這樣轉 這兩個方向 轉向相反 這樣知道嗎 然後你會經過 撲到滾壓 撲到滾壓圈起來 撲滾到一次 它不是一次就壓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種麵皮啊 麵條啊 有沒有 怎麼做這個細麵 它就是把一個麵團 不斷的滾壓 對不對 然後越滾越小 越滾越小 麵就熄熄的出來 啊 這個是靠著摩擦 摩擦力圈起來 摩擦力圈起來 在滾的過程中 它的斷面肌會變小 來 斷面肌變小 畫起來 製造哪些東西很重要 請你一定要畫線 好 所以好 第一個 鋼板 因為它的斷面形狀 一樣 對不對 你要不要吃過麵條 麵條是一樣的厚 一樣的粗 一樣的細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各種形狀的結構 形狀 或者是鋼筋 欸 現在蓋房子的鋼筋 就是用熱座的鋼壓 把它做出來 現在鋼筋越來越貴了 對不對 啊 人力 缺功又缺壓 房子越來越貴了 ok 好 好 這個就是鋼壓 看到了嗎 像這個東西 就是結構型鋼 欸 工地有沒有看過這種鋼 有啊 有的就是鋼筋結構 是鋼筋要把它做出來的 嗯 能夠做鋼筋什麼什麼 RC結構 鋼筋結構的大鋼 地震比較耐震 對不對 對 這個是 工型量 好 這個 ok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前面形狀 形狀都一樣嗎 有 你看 這是H型的形狀 哇 你看 這一個洞洞洞的 有 洞洞洞表示有加熱 表示是熱作 再結晶度一場 這樣知道嗎 好 來看一下 這裡 你看 一般做滾掉的鋼筋 要加熱到1200度C 一山 1200度C一圈起來 我們考是不是有考1200度C 有嗎 天聰庭洞 我們這一年 有 對不對 啊 熱的作 你要幹掉 啊 你們去中鋼筋 老師有的同學 喔 現在今年都考上正鋼筋 去前兩百個C 過人家 對不對 喔 這位同學 年輕真好喔 讀書 真輕鬆 再來 你要方式有很多種 一種 一種是雙重往復式 全止癌 第二種是三重連續式 三重連續式 啊 那你把這個稍微紅字的地方 發現 做給看一下 好不好 啊 那個時間是雙重 緊握 大概考試過 我們等等那個地方 啊 啊 比較少考到 這種細的 這種方式 啊 第二種是三重連續式 第三種是四重式 極重極式 第四種是行心式 所以 比較重要的是 前面兩種方式 有空再多看一下 好不好 那如果你思考中鋼這種 中鋼筋的這種 這個紋壓 哇 這四種方式 多稍微看一下 多稍微看一下 好 你考中鋼 這個就 沒有那麼重要 好吧 再來 好 紋壓三更 知道了吧 哦 你看 紋壓是在第四張 塑形下 是相當重要的 尤其他在那個 這個 重要性是非常重要 這個地方值得你 細細看 好嗎 這個地方你幾個東西 稍微畫一下 雙重式 雙重往復式 這種的優點是什麼 是說它會混合之間 距離可調整 你把這個畫線 距離可調整 它的優點 這個重點 距離可調整 缺點 反向 穩壓時 速度 慢 兩話出來 距離可調整 反向 有嗎 看過順向 反向的感覺 你有嗎 用過這個護背機 有時候護背 護過去是順向 卡齒 對不對 你要反向 讓它倒出來 退出來 這就是反向 反向的速度 跟正向的速度 反向的優點 這樣 好不好 那其他的 三層連續式 的優點 自己看 聲的速度 挺高 缺點 天空的時間 不一配合 OK 好 所以今天就先到 講一題 希望你好好把 穩量 這個重點 做補充 把它記起來 做補充